为了纪念相声大师吴赵南 他的六名弟子特别飞到洛杉矶 联手美西南地区 还有侨学界以及各大社团 联合举办了无碍无师 向人坚果宝吴赵南先生致敬的相声演出 要彰显师傅医生 推广相声文化的贡献 爸爸您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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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改编后的经典相声 口吐方言舌灿莲花 引得现场观众笑声不断 在无门六弟子 专门从两岸三地齐聚到洛杉矶合体后 精彩的相声演出 不仅得到了美国侨界的大力支持 未来更要把无门相声发扬光大 多年的默契 还是把很多大家感兴趣的一些桥段 大家感兴趣的一些相声的段子 其实大家比较耳熟 能想得拿出来给大家欣赏 大家比较有共鸣性 所以大家的这个笑点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今年是我们师兄弟们 拜师19周年 我们也应该要把我们学习的成果 呈现了师父面前 从两岸三地的知名综艺节目 欢乐喜剧人 到相声有心人 我们六弟子在中国传承相声艺术 不只吸引了一大批年轻相声演员 其中吴赵男徒孙姬天宇 更是被粉丝称为相声界的林志玲 拥有超高人气 对于这个节目 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小伙伴也好 或者是郭德纲师伯 或者张国立师爷 我还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 因为提供给我们的一个 可以努力跟进步的一个空间 而回顾吴大师生前的 经典相声选段和纪念影片 不只让美国侨胞重新怀念大师风采 透过台上弟子传承 台下观众欢笑 以及吴赵男相声据一摄于脸书官网 也让中国传统艺术得以有趣长流 东三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